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小军 江苏省金湖县新桥村的一位农民 高中毕业后 他不甘于过土里抛食的日子 开始四处打工 1996年初 梁小军辗转来到了河北省回安县 在当地的一家狐狸养殖场做起了饲养员 狐狸这种动物对于出生在南方的梁小军来说 还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凭借着他那股子钻研劲 几年下来的勤学苦练 让他学到了不少的狐狸养殖经验 爱动脑筋 善于思考 有着敏锐市场嗅觉的他 又发现了这其中潜在的商机 按捺付出的兴奋之情让他屡次彻夜难眠 他觉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 就这样 带着满腔的创业激情 1998年 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两万元钱 买了十二只北极湖 开始返乡创业 但生活在北方 喜好寒冷气候的湖里 到南方后能养活吗 毛皮质量又怎样呢 梁小军把养殖地点就选在自家后院 彭舍的建造 他照着曾在北方打工的那家养殖厂 一葫芦画条 很快就为自己的北极湖搭起了彭舍 梁小军对这些小狐狸可以说是 事无珍宝 小心伺候着 但是日子过了不久 问题就来了 梁小军发现 这些北极湖有些不对劲 原本活蹦乱跳的小家伙们 变得无精打采了 有的甚至是不吃不喝 这一下子梁小军可乱了阵脚 两万元可是当时梁小军全部的积蓄了 北极湖的死亡让他既心疼又着急 该想的哲也想了 该用的招也都用了 就是不见效 这可真愁死个人呐 一天 妻子喊他过去帮忙晾晒家中的被褥 说是太潮了 得晒晒 这句话突然让梁小军打了机灵 对呀 这北极湖在北方养殖天气干燥 到了南方可不一样了 这里潮湿 水汽大 那是不是因为换了地方 被几乎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 水土不服才造成了死亡呢 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 梁小军辗转多方请教到了专家 既然找到了原因 那就得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 这南方的大环境咱改变不了了 那就得在小环境上下下功夫 有了主意的梁小军再次走进湖里棚舍 眼里就一个字 拆 所以梁小军决定去掉围墙的遮挡 并拉大棚舍之间的距离 对于沿用了北方狐狸棚舍的砖墙 他瞧来瞧去觉得这个砖墙也是他改造的对象之一 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因素 梁小军干脆把支撑棚舍的砖墙 换成了一根根圆形钢管 你看那现在是钢管 钢管是吧 在里面就小 这个放刮进来也没有阻力 放火烙烙刮进来的时候 这个气温就坚定了 气温一地啊 对于河里这个皮毛身上都有好处啊 这样你这个毛皮质量就提高了 棚舍的屋顶材料 梁小军最初采用了北方普遍使用的石棉瓦 石棉瓦防水防潮经久耐用 但是对于南方养殖狐狸 它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普通的棚舍一般就是石棉瓦 或者就是单层的采钢瓦 采钢夹心瓦 它是夹心的中间有一层泡沫 一个是防止太阳直视 还可以下季防高温 它下季的时候还可以种植一些攀腾类植物 像丝瓜葡萄之类在上面 都起到遮阴作用 对于梁小军来说 最头疼的天气就是梅雨季节 在连绵的雨季除了潮气更大以外 还有让它更为揪心的事 这个夏天啊 我们地里梅雨直接死相长 雨会打到这个笼子里面 会领到河里山上里 河里会引起感冒 会引起生病 再一次呢 这个雨水一度了 顶毛皮质量有所影响 不是有棚顶吗 这雨水怎么会淋到狐狸身上呢 经过排查 梁小军终于找到了原因 原来问题出在了 棚射盐口高度的设计上 起先 棚射盐口高度为1.9米 这样下雨的时候 雨水就容易淋进棚射 打到北极湖身上 经过一番测试 他对盐口高度进行了调整 既然是棚射盐口的高度过高了 那就往下降呗 可虽之 梁小军发现 盐口高度太低了也不成 北极湖被淋的情况是避免了 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那就是湖里晒不到阳光了 北极湖晒不到阳光也不行啊 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梁小军 经过几番观察测试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数据 完成了对盐口高度的调整 你看看我这个棚射是吧 就是就是这个高度啊 水米流的 梁小军发现 当盐射盐口高度调整到1.6米的时候 雨水就不容易淋进盐射 是刚刚好 而且这个高度还能保证了阳光的进入 这样子的话一个是阳光可以照射到白极湖 因为这个阳光的话也是必须的 它这个对这个白极湖的生长发育 皮毛生长 都是非常有用的 有益的 彭射盐口高度的调整 不仅很好地解决了雨水淋到狐狸身上的问题 还保证狐狸社的光照 是一举两得的好招啊 梁小军身上总是习惯带着卷尺 各种尺寸对他来说 都是非常敏感的信号 多一点少一点 他就不一样 这不 他又给我们丈量起了狐狸笼子距离地面的高度 这个笼子的地面距离啊 很均的很 你看看是吧 这要512厘米左右 我们知道 如果北极湖往笼与地面距离近的话 就更容易受潮 潮湿则会引起北极湖体表发生寄生虫病 对它的健康和生长不利 梁小军又把目光盯上了笼具与地面的距离 并不断地进行高度的调整 咱们这个笼子的地面高度有多少 笼子的地面高 笼子的地面高了 地面有通风力多好 就风就刮进去了 这个地面就不止水了 就很干燥的很 梁小军把笼子离地的高度提高了近20厘米 但是就是这20厘米 效果去以之前大不相同 空气流通加快了 潮湿情况得到了改善 北极湖的生活环境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 南方多湿 潮气本身大 这话没错 但是听梁小军说 有的时候还要喷水 还得多喷水 多喷水 那不是湿度更大了 这个狐狸 它是不怕冷的动物 就是耐阴寒的动物 但是它怕热 像这个夏天 像我们2003年的时候 那个温度 7-7-12-13 那个时候狐狸就受不了了 那个狐狸 中午要为水给它喝 二个中午啊 水在地上喷空 哪怕这个温度呢 也要喷水 把它温度渐下来 也就是说 到了狐狸所能忍受的高温极限时 就要先解决降温的问题 因为必须要保证狐狸的成活 每天中午 像我们12年喷一湿 2年喷一湿 比如说4年还喷一湿的 所以把它温度渐下来 南方一定要降温度 那时候天气是狐狸小 你不让你温度渐下来 人是小的中暑 发生之病就死亡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大量用于降温喷的水 如果排放不顺畅 就会导致舍内湿度迅速增加 原先参照北方养殖棚射座的地面 比较平坦 沖水后残路的积水 很难及时排出去 梁小军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这个场地啊 跟北方不一样 你看啊 这个地面啊全部是水泥叫的 中间高 二面湾 必须是沖水 现在 北极湖蓬舍的地面 采用的是拱形水泥地面 两侧均设有粪沟 这种设计 方便各种污水和粪便的排出 保持了地面的干燥 两个人是这样的 这种方便做什么用 这个是花粉池 我们这个南方养糊的啊 每天的分泌啊都要清手 用水冲 冲 冲下来然后经过这个花粉池啊 蒸化过后啊 水排出区 然后得到 得到环保部门要求的标准 通过花粉池熟化这样的集中发酵无害化处理 很好地解决北极湖粪便堆积 影响场区卫生等问题 保持了养殖场的环境整洁 同时熟化的粪便也成为了场区遮阴树木良好的肥料 实现了一具多德 改善了棚射环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这个湖里就是有毛病了 就生病了 眼看可以交易了 这湖里怎么还自残上了 没掉了 湖里爪子也倒掉了 这样的这个皮上啊 这个就不完整了 这个精致加的就很低了 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北极湖毛短容输可不是梁小军想看到的情景 养狐狸说白了 看中的就是他毛皮的经济价值 毛皮质量上不去 笑意就无从谈起 即使湖里没病没灾 那又有啥意义呢 要想使北极湖毛皮长得好 就得弄清楚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梁小军死来想去 在北方 梁小军长打工的经验告诉他 皮毛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饲料相关的 这狐狸的饲料有哪些学问呢 人工养殖条件下 北极湖的饲料按照来源和功能 分为动物性饲料和植物性饲料 动物性饲料多为鱼类肉类以及它们的副产品等 植物性饲料包括骨物 饼破和过树等 狐狸毛皮生长所需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 主要由动物性饲料供给 梁小军在北方打工的狐狸养殖场里 主要以海杂鱼作为北极湖的主要动物性饲料 现在他把狐狸带回南方养殖 自然是就地取材 寻找新的替代饲料 梁小军的家乡在江苏金湖县 这里位于洪泽湖附近 鱼铲比较丰富 淡水杂鱼也正是北极湖喜欢吃的动物性饲料之一 不仅容易得到 成本也不是很高 于是梁小军开始购买这些杂鱼 作为北极湖的动物性饲料 梁小军觉得 已经让北极湖吃上了适口营养的食物 生长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但是几天之后 梁小军发现 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一天他到棚舍例行巡查时 发现北极湖的粪便出现了异常 有个狐狸的粪便不正常 是吧 比如讲拉湿了 分明里带水了 这个口里就是有毛病了 就生病了 好吃好喝伺候着怎么还就生病了呢 找起的梁小军赶紧请来专家 迅速排查找到了原因 因为有些这个生的肉或者小鱼小鱼当中 有些还有很多这个病菌 甚至这个寄生虫充卵 毛病还是出在了饲料上 听专家讲 在北方养殖北极湖由于气温较低 容易保持动物性饲料的新鲜度 所以就是粉碎后直接四味 北湖南养后梁小军也是按照北方的老办法 进行的 忽略了南方气温较高 淡水杂鱼等动物性饲料 容易出现轻微变质或是杂菌污染的问题 而不新鲜的饲料直接四味后 就造成了腹蟹等疾病的出现 我们这个南方啊 有了这个小鱼 不弄熟了 不煮熟了 给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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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狈 一病一大片 原来是动物性饲料不新鲜 让这些北极湖都得上了腹泻 找到了北极湖生病的原因 事不宜迟 赶快着手解决 梁小军马上升起灶火 把小鱼小虾这些动物性饲料高温熟化后 才进行四味 很快 北极湖的病情得到了好转 有些饲料是需要煮熟的 像小鱼小虾 那些都要经过煮熟加工以后 然后再配在一起 它通过煮熟 煮熟过以后 可以把病菌和鸡肾虫充卵都杀死 另外它煮熟过以后 它这个吃口性 就口感好了 对它肠胃也好 都把动物性饲料煮熟四味了 这北极湖的胃肠道疾病总该解决了吧 可梁小军发现 问题还真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北极湖的腹泻等情况得到了一定控制 但还没有根除 梁小军从头到尾把四味的过程绿了一遍 找到了症结所在 问题原来在于石盆的清洁消毒 南方气温较高 四味后如果不及时清理石盆 很容易造成病菌滋生 影响到北极湖的身体健康 针对这种情况 梁小军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现在每次四味北极湖后 养殖人员都会迅速对石盆清洗 并将消毒次数由每周的一次 增加为每周两次 很好地避免了尾肠道疾病的发生 把小鱼小虾等动物性饲料切碎熟化 再加上对于石具卫生清洁的重视 梁小军北极湖养殖场的饲料工作 就这样进入了正轨 按理说 这海杂鱼和淡水杂鱼都可以提供近似的营养 可是一段时间后 北极湖的绒毛是丰厚了一些 但仍然达不到浓密的程度 经过多方查找资料 再结合地域特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 梁小军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们知道 对于狐狸毛皮的生长 低温可以起到刺激毛囊的作用 从而促使它们生产出优质的毛皮 而到了南方 低温这个条件没有了 缺湿了 所以就要靠增加动物性饲料的量来弥补 动物饲料我得多 收敛上去了 这个动物蛋白就多了 动物蛋白就多了 就离入这个狐狸皮啊生长了 狐狸皮生长了 就是说毛长得好啊 长得光亮啊 长得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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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了 这个就是科佛了 南方低温 两个相似的挑衅之一 它动物性饲料要求比较多 要达到75% 其中动物性饲料当中 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小鱼小虾 75%当中要达到75% 还有25%是动物内脏 动物性饲料占到北极湖日粮的75% 植物性饲料占到北极湖日粮的25% 每日四味两次 每只每日四味量270克左右 北湖南养小规模养殖的情况 动物性饲料可直接从当地的水产 或是鸡毛市场以较低价格购买 大规模养殖 动物性饲料可以从临近的养殖基地 进行大宗订购 梁小军为自己的北极湖增加了动物性饲料后 皮毛从厚度密度光亮度都得到了较大提升 他这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 不知不觉日子一天天过去 到了第二年的10月份 他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 因为这个时候被几乎开始进入冬毛期 冬毛期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的曲皮 这段时间对于商品皮毛的质量 可以说是最为关键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眼看着再过几个月就要交易了 身在冬毛期却不是那么丰厚光亮的毛皮 肯定是卖不出好价钱的 不过好在梁小军的经验够丰富 逛了一圈冬毛市场 带回来两样好东西 这问题就解决了 另一样好东西是植物油 在北极湖进入冬毛期后 梁小军给每只北极湖差不多 每天天味猪皮50克 植物油2-3克 就这样慢慢的 北极湖的毛皮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 梁小军终于松了一口气 正当他满心欢喜的期待着自己的丰收硕果时 新的状况又出现了 咦 这一只狐狸是什么情况 植生虫 狐狸在那里植生虫了 狐狸把这个毛都叼下叼下了 没叼的狐狸爪子也刀掉了 这样的这个屁肠就不完整了 这个精致夹的就很累了 这个体表植生虫直接影响到毛皮的质量 如果它体表有寄生虫 这个毛皮就不值钱了 它质量就非常差了 与北方养殖相比 南方养殖条件下 环境潮湿 动物性饲料没有主属四位 以及粪便没有及时无害化处理等 都容易导致北极湖寄生虫病的发生 北极湖体表寄生虫病 在饲养中最为常见 初始阶段症状主要为 时常骚痒 情维脱毛等 为预防体表寄生虫病的发生 要及时做好卫生清扫工作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 美与季节 这个 主要这些是湿度大 那个 就是经常的打扫 分辨最少一天 上午要清理一次 下午清理一次 保持困境卫生 通风换息 体表寄生虫病发现后 需要及时治疗 可以采用 以为菌素等药物皮下注射 通过梁孝军不懈的努力 搬家到南方的北极湖 不仅活了下来 皮毛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达到了收购标准 这个就是说承受到湖里比较 绒毛 比较丰厚 比较凌厚 比较凌厚 这毛你看 长得比较均匀 比较齐全 这个尾毛呢 也很蓬重得很 你看 拿起来抖抖 可以利痕了 我现在一取成一条鞋 吹开的一条鞋很利明 这个毛的更加白更加漂亮 手头很一抹 很有纯热 还有弹心 很舒服的感觉 凭借着执着和创新 梁小军最终实现了北湖南养 也收获了高产丰收的喜悦 他的经验技术 也已经走入了浙江江西湖南等南方省份 为更多的养殖户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好 观众朋友 冷气多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回 我们下回 我们下回